您好 歡迎收看10月15號大台東地方新聞 我是盧宇慧 連續幾天的大雨 台東縣南迴鄉鎮降下超過900毫米的雨量 現場黃建庭在15號冒雨前往 資本、金峰及泰馬里來勘察災情 除了指示舊溫泉橋影響水流必須拆除之外 現場強調說對於河川及水土保持等工程 日後會特別重視來因應極端氣候的變化 資本地區舊溫泉橋溪水暴漲逼近警戒線 在14號晚間預警性封閉 這個是這次刮的嗎 對 這次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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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刮的比較多 這個還有擴大 這次刮的擴大 有擴大了 只要根條水適當地點 馬西爾進到這個方向 現在這樣刮的 我們來自尾現在也尾 對 越來越多 這次刮的都這樣 這個刮的 這個都還好 我們整個後面都沒有 沒有過關 這個一破壞就越來越 走越來越來越 會擴散 這個是現在刮的那一條路 別我期待 沒有關係 那上面的那條路也沒有關係 有 上面那條路就是 你自己要刮掉 需要刮掉 你自己要刮掉 就是把節水刮掉 讓它亂竄 對 都是這個問題 舊溫泉橋橋面過低 加上年代久遠 奔騰的溪水 幾乎全部因此受阻 儘管附近居民有反對的意見 黃建廷仍然指示 影響居民的安危 舊橋必須拆除 我們的新橋 在下個禮拜 我們就要通車典禮了 那接著下來舊橋就要拆掉了 舊橋的確有阻止水流的這個問題 看在隊伍稍後轉往太馬里鄉 三河路段因為山坡雨水沖刷 傾斜而下 造成路面受阻 工程車輛在救災的同時 還必須注意過往車輛的安全 我們看太馬里 其實在上游下游都還算暢空 這個太馬里 其實過去比較常有問題的 莫拉克在那邊最嚴重 那這幾年我們整治 其實都看到成效 現場未免他們的辛勞 再度往金峰鄉挺進 不過如果是這樣的 以後就會常態性了 會變成 會變成 會變成越來越 越來越大片 越來越大片 你除非 你除非讓他 讓他有 有通路 從底下過去 海到河橋 對 每次就 要不然以後變過水路面 對 這樣做一個想法 可能有需要 可以 水位的狀況怎麼樣 我們 OK 可以 好 因為你 你們這邊是偵測到水量 池雨量最大的 叫六百的 五百的 金峰山 五百五 對啊 那個是兩天的量 沒有 六百的 拉丸橋水位低於警戒線 但天空步道邊坡 已經出現貪方 危機安全 近潤溪也看到 平常的酥菌還是需要的 其實 大體上來講 我們水流還算暢空 可是 有一個共通的現象 就是山上帶下來的 沙石量實在太大 那這個沙石量 如果不常態性的 定期的在清梳的話 它就是會讓河床墊高 然後就會 通通就會有問題 整體看來 卡努清台雖然沒有登陸 但帶來的累積雨量 卻造成零星災情 黃建廷認為 縣民都必須共同面對 氣候變化的挑戰 我們很慶幸 其實並沒有大規模 比較大的這種災情 那以這樣的水量來看 其實我們覺得說 整個台東在往這個 建構一個堅韌城市 這個路上 已經有一些成果 有一些成果 當然我們還有很多地方 可以持續加強努力的 好 區域排水 跟市區有一些積水 其實都是因為排水溝 平常沒有保持暢通 那你排水溝不暢通 水量 瞬間的水量大 一定是滿足的 那這個部分 工手跟我們講說 它只有一輛輕溝車 我覺得一輛輕溝車確實不夠 所以這個時間 我們正在採購更多輕溝車 我在年底以前 可以再另外交兩步 給台東市工所 那希望他們 有這些輕溝車以後 平常把 這一些 他們該負責任的這個水溝啊 市區裡面排水溝 真的就要保持暢通 那我們同仁在區域排水的這個部分 這幾年花了很多的資源 豐田的排水系統 豐里的排水系統 南坪橋 我們其實都 整治的 都有 初步的都有成果 那所以我覺得 一方面也呼籲民眾 要有公德心 不是什麼東西 就垃圾不要的 什麼病死豬啊 狗啊 貓就往水溝裡面丟 那這些都會造成水溝的阻塞 那如果大家不改這個習慣 沒有那麼多的公務人力 隨時在後面 他跟著就親親親 永遠來不及親 所以我覺得這個 排水的這個 這個事情 是需要大家一起來合作 另外金輪大橋 雖然正常在15號傍晚 正式通車 但通車典禮 卻因為風雨延期 黃建廷看在路程當中經過 也停下來視察 如何讓這個路段 不再塞車 他很在意 原本我爭取的 跟公路局通過的 都是全線四線道 對 那時候政府委員 張錦森 這個現場在當地委說 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被他一部分改掉 可是你現在就看得清楚了 有些地方你四變三 就塞車嗎 工程單位承諾 會在總體路寬方面 再度努力 希望日後的南回路段 成為快速便捷的聯外道路 記者賴永成 泰馬里相報導